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天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香港会计师公会QP Associate Level Module 7 Financial Management 这个影片我会用一提相关历介事题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类型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题目 我们看题目之前或者先看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求就是要计算出分别是Cust of Equity、Cust of Preference Stock、Pretest Cost of Debt 计算RRC这间公司 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题目内容就是有一间公司叫做Relax 叫Recreation Club 简称RRC 它有两间俱乐部 而你是这间首席财务官 而负责 例如是 估计这间公司的捷现率 作为这间公司的融资成本 用来 资本预算评估 而这间公司的资本架构 和有关市场的资料分别预限 首先普通股 普通股 普通股在这里这间公司有5000万的普通股 而每一股的票面值是5元 现时现在卖的每股是12元 而这只股票的Beta是1.6 而另外优先股 优先股这间公司 已经发行了800万股 而优先股现在卖的每股是94元 而这个优先股的股息为6%每年 而它的票面值是每股100元 另外债务方面 在5年前 这间公司已经发行了700万张的债券 而这个债券为期15年 而中间年份是没有派利息 是没有派利息 但是它这个假设 如果同类型的普通债券 就每半年派利息 就每半年派利息 而它的票面值是每一张1000元 而这个债券现在卖的每张是620元 最后在市场方面 现时的外汇基金票据 而整个市场的预期回报为12% 而就着以上的资料 分别计算它的融资成本 包括普通股 就是优先股 以及债券 我们现在开始计算一下 我们先计算一下普通股 即是class of equity 简称在这里 在这里 RE RE 就上述的资料 可以利用一条公式 找出RE 这个数值 就可以利用这条公式 在这里就是将 RE 加2 开估户 Market Rate 减去RE 三番估户 乘成Beta Coeficent 就以上的公式 可以看回条题目 将这些数字代回 首先RE 看回条题目 RE 这条题目 即是等于外汇基金票据3% 3% 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再加以Market Rate Market Rate 看看条题目 Market Rate 12% 即是整个市场的预期回报是12% 加回12% 然后减去刚刚在这里的Risk Free Rate 即是3% 然后可以乘回Beta 值 Beta 值 回看条题目 Beta 值 普通股的Beta 值是1.6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放回1.6 乘以1.6 之后 就是等于17.4% 就是Cust of Equity 的融资成本 换句话说 如果作为一个投资者 投资这间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个投资者 预期透过这个股票 这间公司发的股票 就是17.4%的回报 另外计算一下 这间公司的普通股的融资成本 计算优先股的融资成本 在这里 R.P 而它相关的公式就是 就是优先股每年派的股息 除以现在卖每股优先股的价值 就可以得出优先股的融资成本 R.P 但是如果用这间公司的话 就要假设这个优先股就不可熟回 R.P R.P 我们看回题目 提目 优先股 现在它每年派的股息就是6% 而6%就是乘回这一个优先股 每股的票面值100元 换言之 在这里就是100x6% 而优先股现在是卖每股94元 可以代回题目的公息 R.P 等于每股票面值100元 乘以6%就是每年这个优先股派的股息 然后随意 每股卖每股94元 然后得出6.38% 而最后计算这间公司 债券的融资成本 Pretax 税前的融资成本 由于这间公司发行债券的条款 债券到期前属回中间的时间 都没有利息计算 给到债券持有人 所以这条公司就可以简单为 现在这个债券卖中的价值 就是等于熟回的价值 我们来看看条题目 题目 现在的债券就是每张620元 而当中票面值 就是本金这个数值 1,000元 1,000元 而在这个债券是5年前已经发行 而当中这个债券是15年 减25 即是还有十年期才可以到期熟回 而另外 虽然这一个债券是没有利息发放 但是这里假设同类型的普通债券是每半年派一次 换言之这个作用就是要找回复式计算 而用作找回这个融资成本 换言之在这里 现在的债券每张是620元 然后到期属回是1000元 然后随意1加RD 但是而这个RD,RD在这里就是每年的融资成本 但是这条题目就是假设每半年派一次 换言之在这里就要随意2 然后乘以T次方 而T在这里就是剩下的年期 虽然在这里就是剩下10年 但是10年这里就是它每年派一次的话 那么它复式在这里就要乘以2 即是T就是10再乘以2 换言之在这里就要找回RD这个数值 换言之在这里先将这1000元 调到620元这个位置 然后再将这1000元除以620元 再将这20元的翅膀调到左边 就是20元开方筋里面的1000除以620元 然后得出1.02418 就是等于 然后就将右手边的1调到左边 就是1.02418 减去1 就是等于0.02418 然后再将右手边随意 就变回左手边就乘以2 最后简单计算出来的数值就是 4.84% 换言之这个债券 税前的融资成本就是4.84% 最后分别计算出Cost of Equity 就是17.4% Cost of Preference Stock 就是6.38% 最后Pretest Cost of Debt 就是4.84% 同学计算这类型的题目 要留意适当的公式 视乎题目给出的资料 而用适当的公式 Cost of Equity 为例 如果上述的资料没有给到Wisbee Rate 又或者没有给到Beta 值 换言之 这条公式就不适用 在这条题目里面 因为计算Cost of Equity 可以利用不同的公式 找出Cost of Equity 的数值 换言之 计算Cost of Capital 要熟悉不同计算 在不同题目给出的资料 就要找出分别的Cost of Capital 计算Cost of Capital 其他方便要 maggior 入口网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大家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开 订阅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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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